4月2日,张宇低调现身台北机场,一头浅发色十分显眼,戴着黑框眼镜,身穿黑色运动帽衫,背后有喷绘涂鸦装饰,下身搭配卡其色工装裤,尽显低调随性,减装出行的他手里拎着帆布手提袋,排队办理成绩手续的过程中,张宇不停摇摆身体,两条腿前后晃悠,小动作停不下来,有些百无聊赖,手机不离手的他还不时低头聊着微信, 显得十分悠然自得,还趴在工作人员肩头叮嘱耳语了几句,看起来并无大哥架子,反而表现得对他人相当依赖,正巧赶上机场的成绩高峰时段,站在队伍中的张宇不急不躁,跟随着人群往前缓慢移动,张宇的眼神时刻不离开手机,怕是有重要的工作要处理吧,若有所思的神情,十分严肃专注,不知道张宇大哥是不是在酝酿自己的下一首新歌吧?